大家好 这两天 三哥 对十三老板结婚 怎么没邀请他去 表达了不满 那么 十三可能马上结婚婚间回横店了 回横店 也面临着 找素材 哭解这难题 原来他回来我们 还是拍我 也拍三哥了 这个二胖走了不说了 五十万不配合 不知道 他跟三哥以后 这种情况怎么处理 和我呢 我现在 我感觉我本事大了呀 哈哈哈哈 原来和他在一起的 老人问我白天干什么 当时我没明白什么意思 现在明白了 他是看看有什么 我有什么好创意拍没有 当时我确实也没什么创意 而且那时间 今天准备着晚上的文艺表演节目 白天基本上都是准备练习歌曲 现在我 学了国学 可以把全国的一些社会热点 我的想法结合起来 比如说到菜市场门口 弄雕像 当机器人宣传环保 把随便哪一天当成情人节 情人节 我们就宣传 这个 男的要少送鲜花 要送才能 你没有才能当礼品 你这一天你要 给自己自己制定学习一项技术的计划 女的也少要鲜花 女的要多学一些 家庭技能吧 我的创意多了去了啊 我在直播上 我也本事也长进 甜兵的每天学一个吧 直播间用一用 要想这样跟我合作前提就是 随便拍我 我可以 到十三老板那里去直播 看着给钱 随便给多少都行 不给也行 但是前提把我的账号锁起来 让我的账号能挣到钱 最好我跟他谈谈能一起去 山东和大一个一起创业 举办好歌手哭笑大赛 给他600万 大一个600万平台 600万让他们俩出面说动平台 一起来举办 他不去我就一个人去床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吧 感谢大家点赞 观众中文评论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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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